大家好 今天给大家分享 咋在家自制肉松 纯手工制作 没有任何的添加剂 今天做肉松我选的是猪里脊肉 这些猪里脊肉上有筋膜 先把上面的筋膜撕下来 肉上面的筋膜一定要完全的去除干净 这些肉处理干净后 再全部切成块 切肉的时候要顺着肉的纹路来切 然后把切好的肉全部倒进凉水锅里 加入切好的葱姜 再加点料酒去腥味 不要干锅干 先开大火煮开 大火煮开后 用勺子把锅里的浮沫捞出来 这样的肉吃着才没有异味 然后盖喊锅盖 转最小火煮40分钟 这会肉煮好了 全部控水捞出来 然后用热水冲洗冲洗 将肉上面粘的血沫和杂质 冲洗干净 再完全的瀝干水分 下来把肉装进塑料袋里面摊开 然后用擀面杖多敲打敲打 将肉全部敲得松散一些 把肉敲松散后倒进盆里面 然后用手把肉拆分开 拆成细一些的肉丝 操作这一步特别的费时间 一定要有耐心 用了两个多小时 才拆分开一小部分的肉丝 下来把肉丝全部倒进炒锅里面 然后加入盐调味 加点白糖提鲜 建议白糖的量适当大一些 再加点生抽进去 既增色又提味 然后开最小火慢慢的翻炒 让肉丝吸收调料的味道 这些肉丝里面含有水分 先慢慢的将肉丝里面的水分炒干 中途用筷子不停的搅拌 这里炒了大概有20分钟左右 肉丝已经炒得比较松散了 大概有个七八成干 然后将肉丝放进搅入鸡里面 稍微搅拌几下就可以 然后重新倒进炒锅里面 继续用最小火翻炒两分钟 倒入一些海苔碎进去 翻炒均匀就可以了 好了 咱们这个肉松就做好了 纯手工制作 没有任何的添加剂 而且安全卫生 使者更放心 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了 咱们下期视频见 继续中文章 是